在上周的《中国好声音》中 来自李建战队的实力学员单一纯 才经历了两轮风 《中国好声音》是录播综艺 节目录制的时间要远远早于播出的时间 虽然播出的《中国好声音》 连盲选阶段都没结束 但《中国好声音导师混战》 已经全部录制完毕 而且比赛结果也被全部曝光 《导师混战》是《中国好声音》的第三阶段 之前还有盲选阶段 导师对决阶段 盲选阶段每一支战队有六个名额 一共有24位学员进入导师对决阶段 这些通过盲选的学员就是24强学员 到了导师对决阶段 两两战队PK 胜的一方全员晋级 败的一方淘汰一位学员 在经过导师对决后 有22位学员进入导师混战 这些学员就是22强学员 到了导师混战 学员两两PK 胜的晋级败的淘汰 22位学员只能有11位学员晋级 这些学员就是11强学员 而从目前透露的结果来看 11强学员已经出炉 分别是 五柯月 余子贝 张露鑫 王静文 陈文飞 壮玉亮 贺三 王OK 姚小棠 谭轩源 王洪浩 如果只看11强学员 如果只看11强学员可能有些失望 毕竟有些之前的热门学员被淘汰 比如董书涵 增速术 魏里安 时尚 但是如果看了比赛歌单 观众看到这个结果应该会高兴 导师混战分成两天录制 8月31与9月1号 先来看看8月31号学员在导师混战中都唱了什么歌 不难发现 十首歌曲中有五首是原创作品 分别是 李延新的《老李》 余子贝的《先行》 王静文的《爱》 时尚的《山东的山》 任魅爽的《你》 与11强学员一对比就会发现 演唱原创作品的学员大部分被淘汰 只剩下王静文与子贝晋级 再来看看9月1号学员都演唱了什么歌曲 不难发现 12首歌曲里只有三首原创作品 分别是 发条月亮的《It's time to say goodbye》 魏里安的《记得回来》 《才望罗布的回家》 与11强学员做对比 会发现演唱原创作品的学员全部被淘汰 这说明 到了导师混战 学员演唱原创作品在评审那里并不吃香 并不会如同盲选一样有加分 评审对原创的这种态度 或许会让之后的缓解 原创作品变少 品质变高 今年中国好声音 因为原创作品过多 品质参差不齐 很多并不好听 已经引起观众不满 虽然收视率还不错 但是口碑比起去年有了明显下降 正常情况下 在看到观众反馈之后 中国好声音应该是减少原创作品 提高原创作品品质 增加翻唱歌曲数量 但是从8月31录制的导师混战来看 效果并不明显 原创作品还是占了一半 造成这样的原因应该有两点 第一点 中国好声音节目组以及导师尊重学员的选择 学员选择唱原创作品不会过多干预 第二点 有些学员就是来好声音舞台唱原创作品的 不会因为外界的反馈而改变 因此 如果一直唱原创的学员不淘汰 之后的缓解 原创作品应该还会很多 还好 导师混战开了个好头 之前 一直唱原创作品的学员被淘汰了大部分 只剩下小部分唱原创作品的学员 也会因为这样的结果更加谨慎 这样对于观众来说 到了好声音后期 或许可以少听一些品质一般的原创作品 从这点来说应该高兴 毕竟这是中国好声音 不是好原创 而且导师混战的结果也是一颗响雷 他提醒之后的学员 这里是好声音 越到后期原创越不会加分 就如第五期汪峰所说 他们看中的是音乐 不会因为原创加分很多 李克勤也用实际行动告诉学员 如果原创作品品质一般 即使唱得好 也很可能被淘汰 但是显然 只有导师的提醒并不够 否则导师混战阶段 也不会出现如此多的原创作品 但这次再加上评审的提醒 应该会有效果 如果中国好声音还有下一季 下一季学员看到这样的结果 可能唱原创作品的学员也会少一些 这对观众来说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耶稣